各位朋友大家好 过去人们常说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是中共历史上最弱的总理 因为李克强遭到习近平不停的打压 各方面处处都要压李克强一头 这次新总理李强上任之后 人们就认为习近平应该不会再像打压李克强那样 去打压新总理李强了 因为李克强不是习近平的自己人 而李强是习近平的自己人 是习近平最信任的亲信 所以应该说习近平不应该再打压李强了 很多人甚至认为习近平会给李强相当大的权力 让李强不再像李克强那样当一个受气的总理 可是没想到事情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 现在李强已经超过了李克强 成为中共历史上最弱的总理 而且他还不是弱那么一点点 李强的身份待遇比李克强大幅度的降格 李强的权力恐怕还没有当年 李克强权力的三分之一 最近李强担任总理之后第一次出国访问 他居然没有称作专机而是降格为搭乘包机 就让人相当的吃惊 另外李强在国内考察也被降格为调研 李强在国内考察调研的时候 居然也没有当地的省委省政府的一把手陪同 这是极不正常的 而且李强召开国务院会议的时候 他的身份也被降级了 这些事情不仅是显示李强的身份待遇大幅度的降格 同时也说明中共党内正在酝酿一场新的权力斗争 这一次斗争的焦点人物就是李强 先说李强出国访问的待遇 由称作专机降格为搭乘包机 不久前李强出访德国和法国 这是李强今年三月上任之后第一次出国访问 可是让人们意外的是 李强这一次出国访问居然没有称作专机而是搭乘包机 过去总理李克强出访的时候他都是做专机的 因为按照中共的规定 总书记和总理出国访问可以做专机 而其他中央政治局常委出国访问就只能搭乘包机了 也就是说称作专机是总书记和总理两个人的特权 过去总理李强出国访问时候 他都是称作自己的专机 李克强拥有自己的专机而且还是相当不错 在专机里是可以召开会议的 李克强的专机还曾经借给过北朝鲜领导人金正恩 香港媒体认为这一次总理李强出访不做专机 而是改称搭乘包机 这是李强自己主动提出来的 就是他要降低自己的身份跟其他政治局常委一样 在出国访问时候搭乘包机来凸显习近平定于一尊的领袖身份 香港媒体这样的解读是完全不正确的 说明他们不了解中国大陆的政治体制 在中国大陆的政治体制里面一个官员的待遇都是有明文规定的 不是说你自己可以擅自改动的 比如说总理出国访问做专机 这是党中央规定的 他并不是针对李克强或者李强一个人的 从当年的总理周恩来到后来的总理李克强 他们出国访问趁着专机 这就是按照党中央的规定办事 并不是他们说我个人要求去做专机 所以如果党中央规定总理做专机 那么现在李强当了总理 他就应该遵守党中央这个规定去做专机 而且李强没有资格去改这个规定 没有资格说把总理出国做专机的规定改为搭乘包机 一旦李强如果把这个出国趁专机改为搭乘包机 就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了 这就涉及到今后中国的国务院总理的问题 因为将来李强卸任总理之后 那新的总理上台 那新总理以后也就不能做专机了 只能搭乘包机了 所以呢 李强这样子从做专机改为搭乘包机 这就是涉及到修改规定的问题 而李强本人是没有资格去修改这个总理做不做专机的规定 只有党中央第一把手习近平才有资格来修改 所以这次李强出国访问不做专机改为搭乘包机 不是说李强自己主动要求改的 是习近平给他改的 也就是说今后国务院总理出访的时候 也不管是谁都不能做专机了 也只能搭乘包机了 这样的就是习近平给李强的待遇严重的降级 又把他做专机的待遇给取消了 本来总理和总书记是有一个并驾齐驱的尊贵地位 有两个人都有做专机的资格 现在习近平取消了总理乘坐专机的待遇资格 那么就不仅是李强的问题了 即使是今后李强换成别人当总理 他们出国访问的时候也都不能做专机 也只能搭乘包机了 习近平把李强的总理待遇降级 第二点是把李强在国内考察被降格为调研 过去习近平在国内各个地方巡视就称之为考察 国务院总理在国内各地巡视也同样称之为考察 过去总理李克强在国内各地巡视 央视新闻联播就把李克强的巡视称之为考察 跟习近平平起平坐都是考察 而现在总理李强在国内各地巡视 央视的新闻联播就把李强的巡视改为调研 那就比习近平的考察就低了一个档次 也就是说现在总理到中国各地去巡视 已经没有资格称之为考察了 只能称之为调研 他要比习近平低一个档次 再有就是总理李克强过去在国内各地考察时候 当地的省委省政府的第一把手都会亲自的陪同 比如新华社的报道 新华社深圳8月17日电 8月16日至17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委员总理李克强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李希和省长王伟忠 陪同下在深圳考察 也就是新华社的报道明确指出 李克强在深圳考察的时候 是由省委书记 当时的广东省委书记李希和广东省长王伟忠陪同的 那么过去的国务院总理到地方考察 地方的第一把手都要亲自陪同 这是对总理的尊重 他也是中共官场的一个规矩 那么再看最近 李强到沈阳去调研的时候 新华社的报道就这样说 沈阳6月9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总理李强 6月7日至8日在辽宁调研 也就是说 李强在辽宁调研的时候 就没有辽宁省委书记和辽宁省长陪同了 这就表示他这个总理的地位大大降级了 过去总理到地方是考察 所以地方的第一把手都要来亲自陪同 现在总理到地方变成了调研 那么当然地方第一把手就没有必要来陪同了 所以说现在的国务院总理到地方上的巡视 把名称变为调研 不单单是把名称变了 就是连地方的第一把手都不来陪他了 非常的冷冷清醒 国务院总理的地位如此的降级 中共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我们再看李强主持国务院会议的地位降级 这里对比两张照片 在两个月前的4月23号 国务院进行第一次专题学习 国务院总理李强主持学习 当时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王昌龄做专题讲座 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 张国卿 博物委员 慎一勤做交流发言 从电视画面来看 参加会议大约有一两百人 相当的隆重 大家都来给李强捧场 到了两个月之后的6月9号 国务院进行第二次专题学习 国务院总理李强主持学习 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委员做交流发言 我们从电视画面来看 参加会议的就只有几十个人 人数是大大的缩水 很多人都不来给李强捧场 那么4月23号 第一次国务院专题学习是有专门的讲师 当时有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的院长王昌龄 来做专题讲座 而到6月9号第二次国务院专题学习的时候 就没有专门的讲师了 没有了专门的讲师 就说明这个会议的规模缩小了 降级了 4月23号 第一次国务院专题学习 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 张国清还有国务委员盛一勤 他都有专门的发言 是给李强捧场的 到了6月9号 第二次国务院专题学习 就没有人专门发言了 就没有人给李强捧场了 这也是说明的 那些高官们都看出来 李强已经失从了 给他捧场的人也就少了 所以我们对比一下 李强两次召开国务院专题学习会的会场 就可以看出 4月23号的第一次专题学习 参加的人有一两百人来给李强捧场旁听的人很多 就说明当时李强还是很得势的 6月9号第二次国务院专题学习 参加会议的就只有几十个人了 给李强捧场旁听的人就少了很多 说明现在李强已经失势了 这也就可以看出 李强在习近平面前就是迅速失宠了 所以官员们也就不来给李强捧场了 更有意思的是我们看新华社发的这张照片 李强主持召开第二次国务院专题会议的照片 在李强讲话的时候 几位副总理和国务委员 要不然是低头记笔记 要不然是抬头看着李强的脸 是认真在听他讲话 而国务委员外占部长秦刚 虽然是坐着距离镜头最近的位置 他双手是放在桌子底下看他的手机 既不低头做笔记 也不抬头看李强的脸 这样就根本不把李强换在眼里 秦刚这么做 显然不是疏忽大意 也不是失误 他是故意这么做的 因为参加上级的会议 去聆听上级讲话 你要认真地听 这是中共官场的基本规矩 上级讲话时候 下级如此放肆地看手机 那是要得罪上级的 显然秦刚这么做 是要得罪李强的 但是秦刚不怕得罪李强 而且他还是故意要得罪李强 就反映出来习近平对李强的不满 因为现在秦刚是习近平身边最受宠爱的宠臣 习近平的心思 秦刚是最知道的 所以秦刚知道习近平对李强很不满 他也不把李强放在眼里 用另外一个方式对外界展示 表达习近平对李强的不满 一般的吃瓜群众看到这样的场面 不一定看出什么门道来 可是中共官场上的高川 他们的政治秀节非常敏锐 一看这个场面就知道 李强已经失宠了 已经失势了 现在中共党内排名第五的 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书记之处书记蔡奇 一个人身兼很多重要职务 而且同时兼任中央办公室主任 和习近平办公室主任 事实上他已经超过了 国务院总理李强 成为中共党内实际上的 第二位的实权人物 也就是说 李强迅速失宠成了一个摆设 蔡奇迅速崛起 掌握了实权 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 现在大家都在探讨这个问题 还没有明确的答案 总而言之吧 总理李强的待遇突然降低 肯定是他做了什么事情 得罪了习近平 从上面说的 李强两次主持召开 国务院集体专题学习的时候 从那个电视画面可以看出来 在今年四月份的时候 李强还是相当受宠的 他的待遇还是相当高的 可是到了六月份的时候 李强的待遇突然降低了 不仅是国内的考察变成了调研 连省事第一把手都不来陪他考察了 外交部长秦刚甚至都不把李强放在眼里 李强开会的时候 他自己看手机 根本不把李强当成一回事 现在李强出国访问 连做专机也改为搭乘包机 这就明确是表现 李强的身份地位是大大的降级 所以我们从上面 李强主持两次国务院专题学习的时间 可以推算 李强应该是在四月份之后 六月份之前的一个什么时间 得罪了习近平 也就是说 习近平在这段时间 突然对李强失去信任 甚至反过来还要打压李强 这样一来 中共党内必然会有一场重大的权力斗争 这一次斗争 就是习家军内部的权力斗争 是李强为首的浙江帮 和蔡奇为首的福建帮斗争 目前看来 蔡奇为首的福建帮 明显是占据上风 蔡奇越来越得到习近平的重用 而李强却反过来 越来越成为习近平的打压对象 好 今天先说到这里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观看我们的频道 希望今后继续得到朋友们的支持和帮助 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